橘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之一 橘子皮通常都被作为废弃物丢弃 所以我们将废弃的橘子皮回收并加以利用 以活化碳化等程序制作成活性碳 并以此解决优氧化造成的水中污染问题 会形成优氧化是因为清洁剂等当中富含植物生长营养素的物质 在水中时藻类大量的繁殖 会严重破坏水中生态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将优氧程度分为三个阶段 平营养性 中营养性 优营养性 而当水中之种零浓度达到20μgL时 就会形成优氧化 优氧化对于水生动物来说是致命威胁 藻类大量生长 阻碍底下生物接收阳光 及容量量不足等 会导致生物死亡 甚至灭绝 所以我们使用废弃橘子皮所做成的活性碳 吸附水中的磷酸根 来延缓优氧化 上涂为已形成优氧化的水池 可以看到藻类及水草在水面上大量繁殖 水面下却是一片死水 活性碳就是具有吸附力的碳化物质 几乎所有含碳有机物都可作为活性碳的原料 原理为有机物在高温下碳化 将碳以外的元素去除 形成多孔性的碳化物 由于活性碳在碳化过程中会产生碳氢化的物 堵塞活性碳的孔洞 所以需要活化去除碳氢化而物 在活化的同时也可以使其表面裂解 提升表面积 让吸附的效果更好 活化有分为两种物理活化及化学活化 物理活化是以高温高压的状态下 条件较为困难 所以我们使用化学活化法 我们是使用氢氧化钠 让橘子皮膨胀脱水 并产生大量孔洞来吸附物质 活性碳可吸附分子量60到300的融质 吸附原理是大分子卡在孔系中 小分子在孔系中游走而不被吸附 我们将活性碳浸泡在草酸当中 以过猛酸甲低定草酸的方式 来验证我们自制的活性碳具有吸附效果 左图为过猛酸甲低定草酸的过程 右图为低定达当亮点的照片 容易呈现非常淡的粉红色 再来就是这次的主轴 我们以活性碳来吸附磷酸 降低水中的磷酸根 以达到减少有氧化发生的目的 下面的化学是为磷酸和氢氧化钠的反应方程式 我们的实验流程为 先把橘子皮晒干 用盐酸酸洗以减少果皮中的杂质 再加入氢氧化钠 使活性碳的孔系增加 放入高温炉断烧 断烧结束后等待冷却极为成品 取一定浓度草酸 加入0.1克碳 分别放置3、7天 再以供氧酸甲低定 将磷酸配置成270ppm后 分别使用自制及四瘦活性碳 炮至0.5、1、1.5、2小时 以氢氧化钠地 这些表格为我们实验的结果 以此可知自制活性碳 7-0酸的比例 远远大于四瘦活性碳 1.5小时中为最佳比例 我们也将这些表格图示化更方便观察 也认为橘子皮确实可作为活性碳 且具有吸附效果 经过我们的改良 增加温度时间 吸附的效能确实可以很有效的吸附磷酸 且吸附性能远远大于四瘦活性碳 当浸泡1.5小时可吸附最多量的磷酸 当从磷浓度达到0.02ppm即为优氧化阶段 相当于磷酸浓度约0.06ppm 四磁活性碳活性碳可吸附到1470ppm每克 可有效抑制优氧化 我们的未来目标是模拟真实环境 测试活性碳吸附磷酸的比例 以及将活性碳运用到其他的环境污染 造福地球 再将活性碳做成容易吸氮、美观、方便使用的产品 我们的报告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